近日,肖战频频得到官媒的报道和案例,甚至还霸气登上了广电总局的封面。 得益于肖战登上了网络视听盛典舞台,共有五大顶流获此殊荣。 除了肖战还有周深、白敬廷等,都是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。 值得一提的是,广电总局还直言这些舞台让人泪流满面,带来了满满的感动,正能量十足。 据悉,青年演员肖战霸气登上了广电总局的封面,演艺圈里共有五大顶流获此殊荣。 除了肖战还有周深、白敬廷等,都是娱乐圈里能够独当一面的顶流巨星。 也无一例外都是优质正能量偶像,不得不说官方选人这一块很有考究。 另外,广电总局进行了全方位的点评,总结历史,展望未来,一番点评让人泪流满面。 非常感动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表示肖战有这个牌面。 本身就是一位问心无愧的正能量偶像和实力派演员,已经不需要证明了。 官媒的一些盛情邀请就可以说明问题。 然而肖战的发展状态实在是太火热了。 人气很高,世界范围内都享誉盛名。 这就意味着有人会眼红,给肖战制造麻烦。 总之恭喜肖战,还是那句话肖战问心无愧。 陆陆续续拿到了非常多荣誉大奖。 发展前景一片大好,未来的肖战注定会非常精彩。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网上有什么样的舆论倾向, 都无法阻挡小飞侠对肖战的热情奔赴。 肖战顺顺利利,未来可亲。 好,未来的肖战。